我挺想念校服的日子 有甚麼好呢 你一天上學不用想衣服 真的嗎? 也是那套 這件事是大學時才發現 很想念校服的日子 因為早上你平時上學時 又會想今天穿甚麼衣服 又不能整個星期都是同一件衣服 覺得別人會看得出… 那就不可能給你了 真的 那時中學時很想長天服上學 因為大學時很想有校服的日子 一天校服的人真棒 你們當時穿校服的規例是否很重要 因為我以前讀的學校很有趣 校服一定是白衣白褲 但鞋子是任你穿的 可以穿… 我想好 可以穿Like也行 Adidas也行, 沒所謂 對, 穿Michael的Jorlin也行 我們可以穿球鞋 不是潮鞋 非常嚴格 我排名的, 黑色鞋是黃色線 有些同學會穿那些鞋回學 然後被一個奮符抓了 拿著標示牌, 又游回去 沒錯 那些黃線的標示牌 很貴的 貴一點, 貴兩塊錢 真的 看著它在游, 心痛的 很難教我去拿走標示牌 沒用, 第二天再用 沒用 我們那些鞋子 你們鹽的校服全都是嗎 我校服不鹽的 除了裙子可以短之外 我們可以墊端頭髮 那麼潮? 對, 可以墊端和可以染頭髮 但當然不可以金色 要深啡色, 其實也沒甚麼人來 你很壞 我們真的有自己的數字 不要試試溫 我想要楊千華的紫色 有, 像是深屎的 你這張很漂亮 這張很漂亮, 這是一筋味 我有點興趣去你校的小食部 吃東西 你說這麼多, 沒甚麼限制 是不是也不用擲邊緣的? 要擲, 要擲邊緣的 我今天沒有擲, 擲邊緣的 我們學校很嚴重 男生的頭髮過了, 要馬上去剪 對, 女生也是 很多時候可以過眼眉 耳環這些所有東西都要申報 可能你有風水問題 要加長信才可以戴 有風水問題嗎? 對… 命格數目, 加金, 所以戴金耳環 我那時候也是 我爸爸要我戴水晶鏈 是 老師說不行, 除非你寫加準信 對, 那就叫爸爸寫 你想不吵我星牌, 這件事是文昌的 文昌的, 說你也不合格 當老師跟你說, 你不可以戴 我寫了加準信 很厲害 有加準參與, 她真的比較威風 加準信, 隨身拿, 你的鍊… 我也有, 和你什麼都可以 而且很有趣, 我看你們的校服 其實我們也猜到哪些人 是讀男校和女校的 我覺得從這個座姿 可以找到男女校的分別 對 因為女校的很喜歡抹大腳 是 對, 瑩瑩是女校 比奇是男女校 對, 女校 你猜我們讀什麼 男校 我知道… 男校 對, 為什麼你會這麼厲害 會知道我是男校 為什麼你的樣子太像男校 你男校… 很像是男校的意思嗎 對… 通常男校比較獨特和獨特 但她是暗地裡 有內向的才華 Austin也是男校的 對… 你也是獨特的, 不知道為什麼 對, 有一個特別的男校 不知道你有沒有說 就是她喜歡脫褲上課 當然喜歡 為什麼脫褲 你穿兩條褲上課 你每天上課 第一課那一課應該會脫褲 因為我們不是行山上課 夏天很熱 第一課上課 一定會把半條開出來 然後坐著 整個身體散熱 很噁心 那你的內褲就打出來 對… 女老師… 之後都會看, 女老師穿上課 男生… 我們有個阿Sir很友善 阿Sir也脫褲了 在那裡數 1、2、3、4 今天有28個脫褲 因為那一堂密書 所以她一直說 說了密書, 她一直在數 一直在巡邏 今天你們有28個脫褲 你們知不知醜嗎 不知… 挺好笑的 很隨身 大家男生沒甚麼看 周圍都在更衣室